请上车 哈喽 请上车 我的职责就是让他们进行的拥抱大写 中国学校 家人们还在睡觉 我已经要出发了 作为一名东北道友 首先年二八九二十几年 穿在身上 热水 咬麦 妈妈准备的梨 中药 还有感冒药 客人的名单都要带上山 现在是凌晨五点 全服武装完毕 出发 在下雪 保有工人早早就上班了 达拉集合的地方 这也是我今天的大发车 我是咱们今天 哈尔滨到雪江两日游的导游 我姓李 因为今年零来的里面都忘记 我们哈尔滨本地的车都已经拉不过来 东北三省都在支援我们哈尔滨这个大巴车 包括我们南方的游客 我们今天晚上就把东方的游客 好的好的 那雪地也是第三个山吧 对 雪姐 雪姐 今天去雪江全球一共五个小时 雪江只是今天晚上我们入住的一个小村庄 是我们分开夜景的地方 体验雪深雪大都在雪江的外围 哈尔滨的旅游呢 一直都是平平淡淡的 还记得去年来雪江的时候呢 还要做核酸 但是呢 其实来雪江也挺不容易的 有五个小时的车程 两个半小时的高速 两个半小时的攀山道 今年呢 终于我的家乡 被大家看到了 乃至全世界都看到了 我心里非常的感动 小宝贝们 今天我带你们上大头顶的山了 看一看我身后的乌松乌挂 仰望一下雪海 哈喽 哈喽 美不美 太美了 太美了是吧 你来自哪里 广西 这里美不美 美 我这里刚刚好刚刚美 刚刚才行是吧 刚才行 其实我的职业虽然看上去很辛苦 但是发自废谷的说 我特别喜欢我的职业 当我看到外地的游客 一张张来到哈尔滨雪乡 满意而归的脸 一张张笑的像花一样灿烂的笑容 这是对我 公司最大的一个认可 我也特别的满意 虽然我在中多游戏导游里面 也是比较渺小的那一个 但是呢 我也做一个小行星 一点一点去发光 把我们大东美 最美的雪景 然后带给你们 走了 来了 来了 已经进到雪乡里了 最后就是我们童话班的王国 哦 欢迎来 这是雪乡 晚上的九点钟 看雪习大街上 还有好多落意不绝的人群 我也刚刚跟大家 不玩野地 大家都很快乐 也很崩潘 我呢 从事导游这个行业呢 大概有八年左右了 最初的时候呢 我只是因为赚钱 才进入这个行业的 但逐渐呢 我就热爱上了这个职业 我总是说雪乡 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因为这里有我难忘的人 也有难忘的事 今年就有一对情侣 从我首发的时候 他就连着跟我上了三个团 雪乡的路况非常的不好 我们每次走的路线都不一样 下大雪 就风山风高速 景色压到三十麦往下下 但他们一点都不害怕 后来去了一趟黑河 回来又上了我的团 我就很好奇 我问他 为什么喜欢上雪乡 他说他喜欢这里的公主民情 也喜欢这里的氛围 也喜欢我带团的风格 然后很亲切的叫我李岛 那作为东北人 东北的一个导游 我非常想进我的地主之一 让所有人感到我们东北人的热情 我相信每一个东北人 都希望你们来到我们这边 吃好玩好 尽情的感受我们家乡的美景 让你记住哈尔滨 记住雪乡 记住我们大东北 晚安 小伙伴 巴卡巴卡 明天雪乡见